对病人来说,临床的药物研究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发挥新的药物,可以帮到他们 香港的医疗系统的机制是真的很好 我们在医疗记录那里做得很好 而我们在药物监管那方面,我们一直做着把关 也做得很好 我们的水平其实都是高的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第一层的审批 那当然是会额告 其实上个月,我们也刚刚被ICH接纳了做Observer 亦都可以在那里再继续学习世界各地究竟如何做法 我们很希望将来可以做到ICH的成员之一 那我们就跟其他的FDA、EMBA都是平等 那这个优势就在那里了 那当然我们香港和内地的结合 尤其是近我们,大湾区也有八千多万人口 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影响力 可以伸展到大湾区 那其实对很多的药厂公司是很大吸引力 最重要就是要大家一起合作 我们要除了埋头虎干做研究 我们应该要去学习商业 其他人其实想我们做些什么 那我们一起去配合去做 那当然也都是要和政府一起去走 刚才说的ICH的Membership 做到去的成员是很重要的 在学生的时代 我们已经鼓励同学去做一个 比如一个碩士学位 在这个医学研究那里 那我亦都希望的同学是 就是认识各种的病类 各种的研究那个规定 那我们香港大学医学院那个 的临床试验中心,我们的CDC 也都是搞很多这些科程 是给不是只有学生,是医生 和一些研究员 让大家认识 什么叫做临床药物研究 那我们应该是希望 可以尽量囊括一些 有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人来帮我们 那也都要再做多一些 我们怎样可以 廣泛教育和教育 给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护士 我们的药剂师 当然我想政府那方面 他们应该要考虑 设立一个独立的药客管理 才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 各国家对我们有信心 如果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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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很多on Sånt